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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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已有的国际项目 在行政上统一管理 并进一步优化发展 协同运作 CRU过去一百年 所累积的认证资格 全部延伸并覆盖到 KIFA学院的所有学位 也就是说学生在KIFA学院所获得的学位 和留学到校本部 英文课程学习所获得的学位 是完全一样的 KIFA学院所秉持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 具体而言 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是真理教育 也就是veritas 这是世界观 价值观 和信仰层面的教育 也是健全人格的根基 第二是品格教育 也就是virtual education 这个层面培养学生在道德 审美 及常识方面的高尚的品味 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第三个层面是专业的素养 也就是追求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卓越 KIFA致力于邀请行业内的优秀的师资 把学生培养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翘楚 总而言之 KIFA所提供的是以追求真理为根基的博雅教育 同时追求在专业方面的卓越 KIFA学院的理念 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 组织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 通过网络平台 以受众可以承受的学费 发放给符合录取条件的学员 主要针对的是全球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 通过扎实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及道德公益素养的栽培 鼓励学员扎根社区服务社区 进而转化社区 我们真诚欢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同来参与本项目的教学与建设 本项目目前正在招收客座教授和助教 欢迎学友专长的朋友们来申请 KIFA学院目前已经开设的专业 包括临床心理辅导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也就是MBA 在2023年的秋季 将开设MA in Cybersecurity 也就是网络安全管理方面的硕士 并在2024年的秋季 KIFA学院将启动本科项目的建设 本科项目所包含的专业 有心理学 商学 计算机 教育学等等 KIFA学院的教学有以下特色 首先我们使用的是中文教学 让大家在学习中没有语言的障碍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申请制 不需要联考 当然我们也有严格的申请入学的标准 我们致力于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教育的质量非常的优秀 但是价格相对便宜 也就是性价比很高 我们所有线上线下的学位 都具有权威的认证 毕与后可以获得与美国校本部 就读同样认真的学位 我们采用线上线下教学的方式 时间相对灵活 工作学习两不误 在课程发放的形式方面 采用录播课和教授面对面相互结合 互动性很强 教授一般每周都跟学生 通过Teams或者Zoom视频 与学生互动 回答学生的问题 我们项目里面所有的课程 这些任何老师都拥有博士学位 并且其中不少是终身教授 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我们拥有在线的课程讨论 目的是建立教授与学生之间有效的互动 我们有录播的视频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概念 理论方法和模型 我们有丰富的阅读的资料 让学生接触前沿的案例 理论和观点等等 我们也有各种的课程的作业 内容形式丰富多样 帮助学生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 我们也有学生之间的在线讨论互动 提供同学和老师随时彼此交流 彼此学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KIFA学员的临床心理辅导硕士项目 本项目的学员在完成所有课程之后 将获得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心理咨询的硕士学位 也就是Master of Arts in Counseling 本项目正在寻求IRCEP 也就是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Counseling or Education Programs 国际心理咨询培训项目的认证 此外 我们也与美国纽约的Albert Ellis Institute合作 选修该证书项目的学员 可以获得AEI 也就是爱丽丝研究所的 所颁发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证书 本项目毕业的学员将掌握系统完整的理论知识 和优秀的咨询技能 适合在各种心理咨询单位 比如学校、医疗机构等等 进行个人辅导、婚姻辅导、儿童及青少年辅导 并对上瘾问题、创伤问题等多种需求进行治疗 2023年秋季 KIFA学员全新推出网络安全管理硕士 也就是MA in Cyber Security 欢迎拥有相关基础知识的人来申请报名 这些相关的领域 包括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信息工程、电器工程 或其他相关学科 本项目开放少量的名额 给非技术领域专业的申请人 只要你不为电脑操作 有专心学习、接受训练的心智 都可以来申请 整体学费大概6万人民币左右 当你获得相关的网络安全认证之后 就可以在世界各地寻找工作 我们希望KIFA学院 培训出来的网络安全管理的学生 不仅仅装备最先进的网络安全知识技术 还有一个基于真理的健全的三观 为这个混沌的世界诸如一股清流 学生们除了学习三门哲学思辨课之外 在专业课程中将会学习到计算机网络 作业系统、资料库、计算机结构、自动化 网络安全防护、如何制造密码、进行加密等相关的知识 学生还会学到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 以及各种的伦理法规 PIFA学院的工商管理所师也就是MBA 我们这个项目的老师 都是在北美、澳洲、英国等地的商学院教书 其中很多是tenure track 也就是终身教职的老师 这些老师非常难以请到 但是他们都愿意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任教 并且很多是义务的 或者只零售很微薄的薪酬 原因是他们心里怀着跟我们一样的 优质高等教育平民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这是我们拥有很高的教育质量的保证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师资的阵容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描述 在保障高质量师资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在教学方面 在学费方面也是平民化的 就是用社会普通民众所能承受的价格 来发放高品质的教育 上次我们请到原来在香港大学商学院任院长的张介教授 他在给我们办讲座的时候提到 说他在香港大学任职的时候 曾经跟伦敦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 联合开办过一个EMBA的项目 要拿到这个学位 大概要花120万港币左右 而我们KIFA学院的MBA项目 所有的学费加起来大概是在6万人民币左右 相比之下我们的学费大概是他们的15到20分之一 但是学生们所领受的教育的品质 学位的含金量其实都是类似的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学生们之所以能够享受这样高的品质 这样低的学费 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的学费 已经被资助人吸收垫付了 我们的捐助人和基金会 跟KIFA学院有着同样的服务社会的理念 我们在办这个项目的时候 盼望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能够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大家从这个全员来领受恩典 我们也盼望我们将来的毕业生 能够成为感恩的人 感恩的方式之一就是回报社会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学有所成 记得母校 记得这个项目 回馈给学弟学妹们 资助这个项目 帮助我们一起来发展 形成一种良性的回馈机制 KIFA学院所盼望的是 大家不仅仅来这里拿一个学位 更是在人生的设计规划 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贡献的方面 我们结成一个团队 携手共情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我们的联系的方式 欢迎学子们前来报读 CIU KIFA学院的各个专业 并以各种的方式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上次我们讲到黑客怎么样的洗脑 使他们可以取得机密的资料 我们上次也讲到了黑客怎么利用知己知彼 所以他们可以百战百胜 我们也讲到了 为什么我用这个洗脑这个名词呢 来解释黑客怎么上传指令到你的脑子 让你呢 遵从他们的命令 所以他们可以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以及在社会工程学中 怎么使用人的弱点 达成黑客想要的目的 这个呢 都是我们上次所讨论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来讨论 黑客利用哪些人 哪些管道来洗脑 然后呢 我们要来讨论 怎么样我们可以预防洗脑 至于怎么使用 上次我们所提到的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来洗脑 这是一个比较专门的学问 我没有办法呢 在这种座谈会中讨论 根据呢 我们主持人的说法 这个呢 是付费内容 所以呢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到我们的启发学院 选课学习 那在开始讨论黑客 用哪些管道洗脑之前呢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 特别容易被洗脑 上次呢 我们讲到 你去医院看完病之后 医生会说 你每天都要吃一颗药 那你会不会乖乖地吃 你为什么会乖乖地吃那一颗药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害怕 你怕死 为了不死 你就乖乖地吃了药 所以你就被医生洗了脑 有些人觉得 好像洗脑是一个负面的 负面的影响 负面的动作 其实不是 有时候一些洗脑是为了人的好 但是呢 在黑客 他们洗脑 因为他们的目的不一样 所以呢 他们的洗脑就是一个负面的 一种影响 那是为什么有些人 去医院看了医生之后 医生说你要吃这颗药 但是他去选择不吃 那是因为他有独立思考 判断的能力 所以刚刚如果有人 听了我讲的 就是说 医生说要吃这颗药 我就偏偏不吃 那就表示恭喜你 你有独立思考 判断的能力 但是呢 至于你的判断正不正确 取决于你做判断的知识的正确性 所以呢 有些可能是正确的 你的知识教导你的判断 你所判断的有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呢 有时候也可能只是傻 所以呢 要预防被黑 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要常常的学习 不害怕学习新的知识 有一次啊 有一个博士在乡下 遇到了一个乡下人 这个博士呢 就讲到说 你知道吗 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 是一颗泥球 那个乡下人听到就大笑 就笑那个博士说 亏你还是个博士 如果我们住在一个泥球上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 一大片的平地 我们怎么可能会是 住在一颗泥球呢 这个乡下人呢 根据他的知识经验 得到一个结论 他住的地方是平的 错误的知识跟经验 就会引导人 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我相信呢 绝大多数的观众 不认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平的 如果你认为 我们这个地啊 是平地啊 那这个议题呢 已经超出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你可以自己研究看看 美国呢 有一大群人相信 我们所住的地球 是平的 所以呢 我说的故事不是幻想的 是真的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 当黑客呢 要洗一个人的脑的时候 很多的人都会成功的被洗脑 至于有哪些人 好像非常的聪明 决顶的聪明 拥有很高的学问 很高的学历 而且他们有很好的资历 可是这样子的人 好像也会受骗上当 而且呢 更讽刺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认为自己不会受骗的人 更容易上当 而且 这个会不会被黑啊 是不分职业跟学历 有些律师 或者是博士 甚至于 我还听过有心理医生 他们是专门研究心理学的 都会被骗 我有一个博士朋友 他什么都不信 非常非常的聪明 你要说服他 相信一件事情 非常的难 因为呢 他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且呢 他也有很多的知识 但是呢 有一次他生病了 他的朋友呢 介绍他一个什么 佛教大师给他认识 这个佛教大师啊 一见面 看了我这个朋友就说 啊 你被鬼附了 要拿出50万来 投资某个人的公司 否则呢 你就会疾病缠身而死 当然这个大师啊 我真的也是非常的佩服 我不是佩服他的佛力 而是佩服呢 他的一套洗脑的理论 说的我这个博士朋友啊 当场被洗脑 马上就拿出50万 这个呢 真的是 是个大师啊 骗钱大师 根据研究 一个人如果过度的自信 或者呢 执迷不悟 喜欢姑且一事 就像我的博士朋友 反正50万 也不是什么大钱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尤其呢 是跟这个生命 有关的事情 那就更容易受骗了 研究呢 也发现 喜好孤独 跟不善社交的人 也很容易受骗 老年人就是这样子的 很容易受骗 而且呢 老年人 还有一个 年轻人 所没有的一个特质 那就是他们相信 自己一生的经验 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 还要多 所以呢 自认不是那么容易受骗 所以呢 研究也显示 老年人 也很容易受骗 因为呢 他们相信 自己的人生经验 所以呢 认为 不会轻易相信别人 所以呢 一旦呢 有一个人 通过他们的考验 他们就会 很相信 信任这个人 这种过度的信任 也就是一个人 为什么容易受到 社会工程学 攻击的 一个因素 而在社会工程学中 黑客洗脑 惯用的手法 最常用的呢 是基于 情跟礼 在洗脑的过程中 情礼互相交 交互影响 而使得呢 受害者 一步一步的 陷入这个 陷阱当中 而不自觉 这首先呢 我们先从情的角度 来思考 黑客呢 善于利用情绪渲染 或者呢 是透过威权 激发被害者 他不安 或者呢 是恐惧的情绪 就像我们上次 所讲的 我儿子的经历 另外呢 他们也常常利用 受害者的骄傲 让受骗者 觉得自己是独特的 营造呢 这是专属于 我才有的东西 只有我配得的 或者呢 这个呢 是限量品 我买了呢 我就是独特的 这样子的这种手法 你买了 人人就都会羡慕你 激发这个被害人 的这个欲望 上次我们讲到 黑客的切入点之一 就是呢 利用人性的骄傲弱点 你别以为骄傲 只有那些有成就 或者是人们 常有的那种 有钱的人 常有的一种 那种特性 其实呢 骄傲呢 是普遍存在 每一个人的心中 有一本呢 很有智慧的书 他上面说到说 骄傲来 羞耻也来 谦逊人 却有智慧 这里呢 就说到 骄傲的人呢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骄傲的人 看自己高于 所当看的 而且呢 期望别人 特别的对待他 使他呢 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但是呢 他自以为了不起 可是旁观者呢 看这个人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所以呢 人家呢 也不会特别的 对待他 所以这个骄傲的人 他的希望 总是落空 我是这么 好的一个人 你怎么没有 特别的对待我啊 然后他就常常觉得 不管去哪里 都被羞辱了 或者呢 当他好不容易 有一个机会 他就会趁机 嚣张一下 比如说 去餐馆吃饭 就气焰嚣张 不把服务生当人看 或者呢 有些人 他自己会一点点英文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看不起别人 等到事情爆发 结果呢 低声下气道歉 被解雇的是自己 这样子的人呢 骄傲的人 最容易被黑 不论呢 是从网路上 或者是从日常生活中 如果呢 有人捧他几句 这个骄傲的人 就觉得 哎 这个人了解我 值得信任 然后呢 他就被黑了 但是一个谦卑的人 他不会看自己过高 也不会期待别人 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对待 会觉得说 啊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呢 我们都是彼此以礼相待 那这样子的人呢 黑客就没有办法 所以谦卑的人呢 他呢 在遇到这种 社会工程学 社会工程攻击的时候呢 他就会用逻辑判断 这个人 说我 说的 有没有言过其实 然后呢 才决定 他的下一步 所以呢 谦卑的人 有智慧 另外一方面呢 黑客也会利用 理的角度 来欺骗受害者 他们呢 通常啊 就是你在跟他 谈话当中 或者呢 在看他们所写的 一个文章 或者说 一个说辞的时候呢 他们通常所用的语气啊 是那种 很冷静的 很 好像很理智的 而且呢 他们会利用他们的威权啊 绝对肯定的口吻 或者用忠告的方法 像被害人呢 传达这个 数字 冷冰冰的数字 或者呢 这个冷冰冰的法条 那有些人呢 会卫装成专家 用专家的口吻呢 中部那些受害者 借由似是而非的理由 欺骗人 上次呢 我们讲到最近网路上流传一种说法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常常运动 或者是呢 常常跑步的人呢 会早死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理论 他们的根据啊 是这样子的 他是说一个人的心脏啊 一辈子能够跳动的次数是固定的 所以呢 常常运动跑步的人 当你在运动跟跑步的时候 你的心脏呢 就跳得特别的快 那你就用到了 用掉了很多心脏能够跳动的次数 所以呢 常常运动跑步的人会早死 好像有道理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讲的人呢 他自称是什么什么营养师 或者是什么什么医师 我们看的人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常常呢 这种黑客的套路啊 不会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一个人呢 很难很难骗倒其他的人 而是呢 当他们这种 在做这个套路的时候呢 他们会配套几个人 其他的人呢 就是先赞美这个营养师 或者是这个医师 让这个观众误认为 他们就是他们宣称的这种专家 建立呢 这个观众呢 跟黑客之间的信任感 有时候这些配套的人呢 他们才是最主要的主角 因为这些配套的有时候呢 是那种公众人物 比如说什么明星啊 什么大家都知道的名人啊 然后呢 用几个真理 配上他们设计的这个歪理 让你相信 达成让你相信的 话术 你知不知道 什么是最成功的谎言呢 一个成功的谎言 它的构造是这个样子 就是99%的 99%的真理 掺杂 1%的谎言 这种谎言 是最不容易试破 也最容易欺骗人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把我们刚刚所说的 总结一下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黑 第一个容易被黑的人呢 是觉得自己不会被骗的人 有些人会抱着莫名的自信说 我以前被骗过 不用担心 或者呢 他们会很有自信的说 我绝对不会上当 我绝对不会骗 被骗 以前你知道吗 这种人呢 以前被骗过代表什么 他很容易上当 所以呢 绝对不会被骗这种事情 不可能会发生 有些人会说 我本来就没有钱 所以我不会被骗 虽然手边没钱 但是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难道他不会去借钱吗 尤其是遇到千载难逢的 限量的 买到就赚到的 还是会借钱来买 美国有一个节日 在感恩节过后 叫做黑色星期五 这一天呢 很多的商店都打折出售 许多的美国人 都会在黑色星期五大买客 我相信你大概在网路上 或者在新闻上 也都有听过这样子的报道 然后呢 在这个黑色星期五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圣诞节 这两个节日之间 他们的间隔 刚好是四个礼拜 所以许多人在这个四个礼拜 期间呢 大买特买 然后呢 第二年的一月就没钱了 我有一些朋友也是这个样子 我看到这些打折的东西 原本六百块 现在只要三百块 哇 买到就现赚三百元 那当然是要买 然后呢 买完了就每天吃泡面 你知道什么叫做赚到吗 不买是赚最多 其实呢 你如果买了 就马上亏钱 那有些人会说 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学位 所以呢 我不会被黑 我要提醒各位 绝对不要掉以轻心 很多被骗的人 一直认为自己不会被骗 但是呢 你如果说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 这个刚好 就是你被骗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也认为 自己不会被骗 那你应该要立刻抛弃这个想法 要有警觉心 知道说 这个黑客啊 无所不在 而自己的 奇怪的这种自信呢 只会阻碍你 正视真理 有一天 你一定会被骗 那第二个 第二种容易被黑的人呢 是随之起舞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 黑客呢 就是用话术 满足女的欲望 有些人呢 会被黑客的话吸引 以为自己的欲望 可以获得满足 所以呢 他就整天幻想在这个 梦幻的世界里 而忽视了现实的世界 眼睛呢 只看着 如果我听了他所说的 我就有一个什么样的 美好的未来 这种人呢 最容易被黑了 你要想一想 这个世界 真的有这么多 美好的事吗 这种 你不需要 被吹灰之力 就可以获得的 这种美好的未来吗 而黑客他们 最常用的一种 说法就是这样 这么好的机会啊 我只想告诉你 你有没有听过 人家这样子讲 而且有时候呢 讲这些话的人呢 是 你的朋友 为什么一个 人 尤其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 无缘无故的 要给你好处 这个事情 我只想告诉你 那你该不会也跟隔壁的邻居 也说同样的话吧 所以呢 当你听信呢 太容易得到的好处的时候呢 有些人会 哇 立刻就 被鼓起来 随之起舞 那你就会失去 冷静判断的理智 你就很容易被黑 那第三种 容易被黑的人呢 就是个性 优柔寡断的人 简单的来说啊 被骗的人啊 个性通常 是优柔寡断的 有时候呢 走到一个路口 到底我要往右走 还是往左走 不知所措的结果呢 就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 透过威权 那你就会把决定权 交给这个人 这样子的人呢 大多呢 都没有自己的主见 人云亦云 所以呢 很容易被黑 那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听 必要的话 只听必要的话 不需要的东西 绝对不买 然后呢 要有自己的主张 不让别人 做自己的决定 自己慎重思考之后 再下决定 怎么做 所以呢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 你一定要记得 绝对不要在 不清不楚的状态下 做决定 否则你很容易被黑 那第四种容易被黑的人呢 就是那种 学习意识低下的人 很多被骗的人 常常会说 其实我以前 已经被骗过一次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这就不禁让人家 很惊讶 你已经都被骗过一次了 怎么还会再被骗第二次 但是呢 研究显示啊 被骗过一次的人 真的是很容易被骗第二次 日本呢 以前呢 有过一个事件 那叫做原野商法诈骗案件 我不知道多少人熟悉这个案件 那这个黑客啊 用这个北海道不值钱的荒野啊 作为这个买卖的一个标的啊 然后呢 跟这些受害者讲说 哎呀 这个地方啊 未来就要被开发啊 价格呢 都会水涨船高啊 你不赶快买的话呢 那么这个好处就落到别人的手里了 这样子的话术 这个呢 被黑的受害者啊 就哇 太心动了 这么好的事情 对 想一想 以前那些只有几十毛一块的地 我以前没买 现在都要几千万 你看我这样就损失了几亿的 几亿倍的利润了 然后呢 他们就买了 那这些买了后来呢 他们当然就知道 他们被骗了 但是呢 更夸张的是什么呢 后来啊 有人啊 又依循这个流出来的 这些被骗的名单 找到这些受害者 然后呢 再告诉他们说 你知道吗 你上次被骗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讨回被骗钱的方法 结果呢 这些人 哇 还好 你告诉我这个 我终于可以把我被骗的钱拿回来了 然后呢 他们就照着他们所说的话 去做 结果他们再一次的上当 所以呢 千万不要忘记 自己跌的骄 要从失败中学习教训 免得自己再次的跌倒 那第五个呢 容易被黑客洗脑的人呢 就是朋友很少 封闭的人 常常被黑 或者听到好赚的机会就上钩的人 通常缺乏一样东西 那个呢 就是亲近的朋友 或者呢 是认识的人脉 或者呢 他的生活环境 他的生活的圈子啊 过于狭隘 由于呢 他们的身边啊 没有那些可以商量事情的人 所以呢 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做决定 所以呢 他们就很容易受骗 那这样子的人呢 像说是独居老人 或者呢 是单纯的家庭主妇 这一种呢 是最好的例子 独居的老人 如果是有亲朋好友 就能请教别人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 当然你还是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这样子的话呢 你有一些咨询 然后加上自己的独立判断 这样子呢 可能他有的朋友 好的朋友 我现在在说好的朋友 好的朋友呢 就会提醒他 这么好赚的机会 也很有可能是有诈 那这样子呢 他就能够阻止自己被黑 但是啊 就像我上次所讲的 我儿子的例子 有些黑客啊 他会阻止受骗的对象 询问其他人的意见 他们的说法通常说 你千万不可以跟谁谁谁说 或者跟谁谁谁商量这件事情 不要告诉别人哦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这个是天道的好消息 这是个秘密啊 你不想要把这个分享出去 那如果有人听到你 阻止他把这个告诉你的事情 说给别人听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提高你的警觉 那所以呢 总结来说呢 在社会工程学上面 黑到黑客呢 常常用的 这个黑的管道啊 有第一个就是 平面媒体 他们用平面媒体为媒介 包括利用刊登广告啊 彩金诈骗啊 或者是打工啊等等 来这个黑人 那第二个呢 就是用电话讯息当作媒介 来黑人 比如说呢 透过行动电话 发送简讯之类 这种莫名其妙的 这种简讯诈骗等等 我最近啊 就常常收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简讯 那这些简讯呢 我一打开我就看 他们都假装说 好像是打错电话 或者是发送错信息 或者呢 是装熟 有些呢 讯息呢 是诱人的赚钱的方法 或者是 什么什么折扣等等 好像说 我本来是要发给我 这个最好的朋友 结果都发到你的 你的号码去了 我看到这种 来路不明的讯息 我都是立刻就把它屏蔽了 或者呢 就把它删了 那第三个呢 在社会工程学里面 第三种管道 黑客诈骗的管道呢 就是网路 他们会利用这种 在网路上放免费的软件 让你去下载使用 那你的电脑就被黑了 或者呢 是电子邮件 透过电子邮件 发送一些诈骗的这种 黑的这种讯息 让你欺骗 或者呢 有时候是利用网路购物 或者是网路金光档 或者是在网路上面呢 兜售这些假货 诈骗等等 那第四个管道呢 就是用人际传货 为这个管道 或者就是说面对面 比如说这个用金光档啊 诈骗啊 或者呢 前一阵子还有那种什么 购买哪个国家的 比如说是 不是美金哦 就是说 别的国家的货币 跟你讲 哇 这个货币啊 一直在上涨 那你赶快买 然后呢 你就可以赚大钱 等等的 这些呢 或者呢 是用期货 期货诈骗 这些都是 那第五个呢 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比如说在人困难的时候 那在创业的时候 用贷款或者家门来 来黑你 或者呢 就是当一个人 他 重病 他的需要 医药去医治的时候 我们上次也讲到 这个患者呢 患病对于 他有什么癌症啊 已经是不治了 医生都跟你讲 这个 已经是末期了 他们也没办法 结果人却跟你讲说 我这边有什么偏邦啊 这个什么鲜水啊 一瓶要十万块啊 你喝了那种 医生不能够医治的癌症 你就能够医好 这些人听起来 就知道说 这个都是在骗人的 或者呢 有时候呢 利用这个单身的人啊 他们因为有这个婚姻的需要 或者交友的需要 而被黑客给黑了 还有呢 有时候呢 是这种交通事故啊 在 在车子呢 抛锚以后啊 或者呢 用这个脱掉业者啊 来协助的时候呢 向这个被害人索取 超过常理的 或者过高的费用 那这个呢 就是你在 接洽的时候呢 要先事先全部都说好 一切的条件都谈清楚之后呢 你才让他们来服务你 这样你就不会被黑了 那有时候呢 是这些黑客啊 用假冒的学历 或者假冒的国外的大学 或者假的执照的这种广告 来 来黑 这个 受害者 或者呢 有时候呢 是这些 假的 他们开设一个假的 国外的大学 而是没有经过认可的 教育部认可的 国外的大学 然后呢 在国内呢 开班 受课 骗取费用 或者呢 跟你讲 你来上我们的课 你就有什么资历 这些很有可能 都是他们的黑你 那或者呢 对于 对于 这个我们的女性的观众啊 这种 很容易受骗的一个 一个 管道呢 就是利用瘦身 或者是美容 来黑你 他们就 因为呢 这个 身材肥胖的 这个女性啊 他们对于瘦身 有需要啊 或者呢 是因为 皮肤不好啊 哇 当人家说 你用了这个 什么什么化妆品 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 应该都有这种 经历 啊 你用了这 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鲜水啊 你的皮肤 就会 回复像婴儿一样的 细白 嫩 那 我相信 然后呢 这些有些 这些化妆品的广告啊 他们 一瓶呢 卖的也不贵 那女性朋友就想说 哎呀 反正也不贵嘛 被骗也就一次 对 一瓶是不贵 但是当有成千上万的人 被骗了之后 他们所赚的暴利 就成千上万 而且有时候呢 你都不知道 他的成分是什么 是不是 使得你的皮肤 有一个永久的伤害 你都不是 你都不知道 那有时候呢 他们在促销的时候 会顺便恐吓你 那 或者呢 批评 你这个受害者 他的体型啊 或者你的皮肤啊 要这个 要这个 受害者 购买更多的产品 或者说去上 他们更多的课 那这个呢 我们的观众 就需要有警觉心 是不是 你正在被人家黑 那现在呢 我们就讲到了 怎么样来预防被洗脑 最重要的 所以呢 被预防被洗脑啊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养成 查证的习惯 不要听信 不明来历的这种指示 或者是这个电话 然后第二个呢 是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要任意的相信 这个网络留言 你知道吗 有一句话 他是这样子说 他说啊 人心啊 比万物都诡诈 怪到极处 谁能试透呢 所以当有一些话 是好到 令你不敢相信的时候 那你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心啊 都比万物还要诡诈 有时候呢 你是没有办法试透 他在黑你的动机 那这时候你要特别的警觉心 你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要人家说什么 你就相信 那第三个呢 就是要建立可信任的朋友圈 扩张你的生活的范围 那越多的朋友 你的生活的范围 你所看的世界越广的时候呢 你就越不容易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因为你就有这个基本的常识 知道说其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呢 你的朋友 有人被骗了 跟你讲过 你就知道 当你遇到相同的事情 就知道 这个可能都是在黑你的 那第四个呢 就是常常学习新的知识 多看好书 培养良好的嗜好 所以这边呢 我特别强调 这个学习啊 你要多看好书 而且呢 要学习新的 有益人的 有益身心的知识 而不是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 然后呢 你自己要一个良好的事 那第五 第五个呢 预防黑客的洗脑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要养成这种默想 思考 跟这个咨询的习惯 当你遇到了困难的事情 或者呢 你遇到了一个瓶颈 你没有办法决定的一些事物的时候 不要惊慌 利用默想 或者是思考 或者呢 去询问 你不要 有些人呢 我们中国一句话说什么呢 不耻下问 所以呢 你就多问 然后呢 用你的理性来判断 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那第六个呢 就是学习谦卑 有一句话呢 是这样子说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那这句话是什么呢 一个人呢 要败坏之前呢 他的心一定是先骄傲 一个骄傲的人 就很容易被败坏 但是呢 一个谦卑的人 他就有很大的机会 他会得到他应得的尊荣 我们孟子也说过啊 孟子说什么呢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所以呢 这些呢 在世界各地啊 这种这些名言呢 你如果把它总结起来 你发现 其实好像都是差不多的 一个人太骄傲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容易受到败坏 他人呢 就会败坏 或者呢 受到羞辱 但是呢 一个谦卑的人 很容易得到尊荣 那第七个呢 很重要 其实呢 一个人被黑 绝大多数的人被黑啊 有一个 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 原因呢 就是因为 贪心 不要把赚钱啊 当作生活的重心 赚钱 应该是我们在这个 世界生活的 一个手法 使得我们可以生活 继续生活下去 但是呢 不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你现在懂吗 不是生命的全部 赚钱只是 生命的其中一项 有一本书呢 他这样子说啊 他说 你们纯心 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钱财 有一定的重要性 我不是说钱财不重要 如果你有机会赚钱 而且你有机会赚大钱 你应该尽可能的去赚 但是呢 这个赚钱啊 不是你生命的 首要的条件 第一的 这个怎么讲 priority 优先权 赚钱 赚钱 他有他一定的重要性 但是不是我们 他不值得啊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钱啊 不值得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东西 只要有依有识 就应该要知足 我认识一些美国的开中餐馆的一些老板 那以前呢 有一个老板 他真是 你不知道在美国开中餐馆 有时候都想说 我干嘛去读博士啊 如果要赚大钱的话 我应该要去开这个中餐馆 那这中餐馆的老板 非常非常的有钱 但是啊 他整天的时间 就是都在餐馆里面 直到呢 有一天 他得了癌症 他得了癌症之后呢 去医院医好了 然后呢 你知道他怎么样 他又回去餐馆 还是一样 一天 十几个小时 都在餐馆里面度过 直到呢 他癌症复发 然后呢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哇 身体真是瘦到 瘦骨如柴 坐在床上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钱 但是呢 他一辈子呢 也没有享受到 他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说 他赚了那么多钱 那目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有医有识 我们就应当要知足 当一个人知足的时候 就不容易被黑客说黑 好 那我们的讲座呢 上下两集的黑客与洗脑的讲座呢 我们就到这边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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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